墨西哥當地檢察官通報 非法移民週四乘坐一艘船 在一名墨西哥人的帶領下 從恰帕斯州的塔帕丘拉出發 途中不幸翻船 乘客被困海中 只有一名移民幸存 其餘7名婦女和一名男子罹難 他們都是中國人 遇難者的身份尚未確定 墨西哥瓦哈卡州的南太平洋海岸 就在非法移民進入美國經常採用的路線途中 中國人是走線增長最快的群體 美國海關和邊境保護局2023年報告 有37000名中國公民因非法越境而被捕 比兩年前增加50倍 許多中國移民表示 走線是為了逃離中國 日益壓抑的政治氣候和低迷的經濟 新唐人記者徐哲綜合報導